这是一部获得大奖 却不敢大肆宣扬的电影 86岁老人在自家牛棚自杀 结果儿孙们松了口气 在葬礼上大跳厌舞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得从老太太摔倒一跤说起 老人邻国是自幼丧母 早年丧夫 用乞讨的方式拉扯大六个子女 如今步履蹒跚 满头白发 苦日子还是没熬出头 蹲在地上洗孙子扔过来的衣服 在餐桌旁捡漏啃凉透的肩饼 但老人还是认真的好好生活 每天听着授音机 倒好热水仔细擦脸 拜菩萨保佑孩子们平平安安 直到某天在门槛摔倒了 她的子女们围在一起 商量老人生病了该怎么办 老太太只剩下的三个子女在身边 他们觉得自己家家有本难念的精 劝老人去敬老院生活 三儿子直接到养老院交了定金 可院里没有空位 要等有老人走了才有空位 在等敬老院空位的时间里 受伤的奶奶得先轮流去几个孩子家住 第一站是离她最近的二儿子家 从来没给过好脸色的儿媳 一改往日刻薄 对她端茶倒水 十分殷勤 原来她是打起了老宅的主意 可奶奶担心自己死后 小儿子的遗孤小道无处可依 犹豫着不敢答应 没讨到好处儿媳 当即变了一副嘴眼 阴阳怪气抱怨自己操劳了大半辈子 连个宽敞屋子都没有 你奶奶这么大年也得碰上肺子 孩子这么小 你给我哭哭啪啪 我是伺候老伺候小呀 你问你奶奶她给我看过孩子吗 第二天小道因为偷电瓶车进了橘子 她想攒点钱自己去上海找妈妈 听着儿媳的抱怨 奶奶知道这是下了逐客令 没办法她只能提前去老三家里 临走前 她讨好试地把老宅的钥匙交给儿媳 希望她能看在房子的份上 对寄住的小道好一点 可奶奶的这份善心 却成了她日后悲剧的影子 三儿子家在县城 条件好很多 可她很少照顾农村的老母亲 因为她很怕老婆 而她媳妇可讨厌农村人身上的土味 奶奶一进家 儿媳就把她的行李全丢进储藏室 而且在沙发上垫了块白布 只允许老人坐在那块地方 不能碰到她的真皮沙发 饭桌上一家三口吃得津津有味 老人勾搂着坐在角落 她怕自己哆哆嗦嗦碰到桌子 又惹家人讨厌 儿媳抱怨 进老院什么时候才能空出位置 孙女想缓和气愤 说自己想和朋友一起 去外地做点小生意 儿媳当即黑着脸教训她太自私 女娃娃找个好人家嫁了 赚点财礼钱不比什么都强 安爸老不自私 人家安奶奶离开长老山沟我干嘛 安奶奶也不自私 生了一大王孩子 老头来 老老却得拥挤劲劳远 不管不问 这不能话 旁边的三儿子被说得脸疼 也没有出来为老人说一句话 没几天三儿媳就不耐访了 看到老太太放在沙发上的手绢 像是看到了病毒一样 用筷子夹着丢到了阳台 旁边正在那鞋底的老人愣住 起身拿起手帕不敢随便放 湿漉漉的塞进自己的口袋 这个家里 没有话语权的孙女倒对奶奶不错 主动帮她洗头 她和奶奶谈心 告诉她自己还是想出门看看 第二天 孙女就偷偷离开家 去了外地闯荡 三儿媳把女儿的离家出走 都怪到了奶奶头上 看她跪在地上毫无动力 对奶奶破口大骂 她一个小女孩弄爹爹 她不懂事 你弄了年纪了 你也不懂她 老太太不争不吵 对着菩萨磕头 祈祷远方的孙女平平安安 三儿子的家室住不下了 奶奶再次提出主动离开 儿子嘴上抱怨说怎么不多住几天 手上已经把鞋递了过来 而媳妻就没那么虚伪 和垃圾一起丢在楼道 奶奶来到最后的小女儿家 这里一家四口挤在二十多坪的房里 女儿起早贪黑的卖煎饼 奶奶来了之后 女儿每天提前收摊 想着多做些好菜照顾奶奶 可她们家本就十分窘负 少了多卖几个烧饼的十几块钱 都让孤夜抱怨不已 一天孤夜的五十块不见了 屋里只有奶奶一个人 她把矛头指向奶奶 劝女儿赶快把丈母娘送进老院去 正说着屋中老太太人不对了 经医生诊断得了孝病 一受刺激就会控制不住的孝 这下更让小女儿的生活雪上加霜 每天打针吃药花钱像流水一般 她还连大小便都没法控制 女儿只能停下了升级 专门在家照顾她 笑什么人家 麻绳专挑戏出段 厄运专找苦命人 一天女儿收摊回家 看到家里多了个滚灰盒 她在外跑长途的儿子 出意外死了 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女儿 更加支撑不起要看病吃药的奶奶 奶奶只有再回到嫌弃她的大儿子 临走前奶奶把手镯给孙媳妇带上 叮嘱她趁年轻再找个好人家 你小心哪个超人 老爷走了 老爷走了 老爷走了回来 我还要给你带着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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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回儿子家后 而媳妇得到了老太太的房子 不再装模作样 她十分厌恶老人的笑病 连吃饭都不给她上桌 儿子在母亲床下摆了一包包老鼠 奶奶知道儿子的用意 她被深深刺激到了 再次抑制不住大笑起来 笑 中天笑 早点笑 成笑死鬼子 大家咱们笑死不死 而喜将奶奶赶去牛棚 每天只等对方喂牛屎 顺手捎来一碗剩饭 几天后 静老院终于腾出位置 晚上儿子亲自过来送饭 娘 我小时候 什么娘 你那晚上啊 我可以哭 我一夜一夜给你开酒 娘 娘你恨我吧 奶奶知道了明天一早会去敬老院 她把几双鞋垫塞到儿子手里 你这个水吗 说完又把传家宝的玉琢给了儿媳 还有木好了吗 这个我的 第二天凌晨 奶奶倒好热水洗脸 其实她很爱干净 会把银发打理的服服帖帖 一向是个体体面面的老太太 她拿起镜子打量自己苍老的面袍 对着观音像碎片拜了又拜 拜完菩萨 但这次话没有说完 奶奶就笑了起来 再然后笑声被哭声掩盖 之后她吞下了老鼠药 当她的尸体被发现时 手里还攥着一张全家福 葬礼上外出打工的孩子一个都没有回来 只是寄来了钱 在家的三个儿女穿着校服 却是松了口气的表情 她们请来了戏班子 把奶奶一照放在座位中间 说丧事也是喜事 要让老太太看看不一样的表演 台上的表演准穿着薄纱衣服 做着艳俗的表演 台下的观众笑着鼓掌 一切热闹极了 孙子小道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离开前她回了一趟老宅 来到老太太最后住的牛口 她捡到了奶奶至死抓着的全家福 带着照片一起出发 而与小道奔赴未来相反的事 而其受到了她的抱怨 她的腿脚也不利索了 一天在几个月前半倒奶奶的门槛上 重重摔倒 天道好轮回 冥冥中自有只眼看着人间 看着悲看着喜 看着人老去死亡 也看人走向心生 这部电影让人五味杂陈 奶奶一直深爱着家人们 用乞讨带大了六个孩子 可老是六个孩子却无法让她善终 希望奶奶之后去个好人家 少受些苦 成为被好好爱着的那个人